大家好,我是王群光医师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妥瑞症的这个自然疗法 什么叫做妥瑞症呢 妥瑞症他就是一个人 他有时候没有办法控制的 发出声音还有做出动作 有的是声音动作一起来的 那么大家看这一个人 他老婆这个三弟弟天老婆 好好的嘛 他哪有妥瑞症 没有啊,很好啊 可是你看他忽然间 不由自主地摇头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边有一场老婆嘛 所以是先有一场老婆 才有一场动作 你看这边也是一样 你看啊,没有动作对不对 忽然间有一个动作 先有老婆才有动作 不是先有动作才有老婆 大家不要搞错 那么这个小朋友也是这样 他是很可怜的 他上课总是在动 动 你打他骂他都没有用 他就是这样 没有办法控制 你看这个地方没有一场老婆 我这边又有一场老婆 对不对 好 那如果你是这个朋友的家长 你带他去看医生 你可能会很伤心 很绝望 医生告诉你说 嗯,这个病没有药医 原因不明 可能跟你父母亲的遗传有关 还有就是 嗯,可能长大自然会好 会好就好 不会好就不会好 有人到老也是这样 更麻烦的是说 他会告诉你说 有可能有三分之一 会变成成人的精神病 哇,这个听起来真的很恐怖 所以很多父母伤心意绝 事实上 我自己做的 大概有搞了好几百个吧 做了治疗几百个 土瑞症 大概百分之九 都好起来 其实 他是有办法治疗的 他就是有肠肉 肺肉 脑肉 你看像这个小朋友 那么 他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我们跟他抽血就知道 你看这个 蛋过敏 这个正常是这样嘛 像这个猪肉他可以吃到 这个蛋 哇,重度 这个起司重度 这个蛋黄不能吃 还有就是 黄豆 米饭还可以吃 小麦啊 黄豆啊 这些不能吃 那吃了这个牛奶蛋 小麦黄豆 这些主食以后呢 这个正常人 这个蛋白质 大的不会跑过来 氨基酸才会跑到血液里面 才会吸收 可是因为他们有肠肉 就是过敏炎跑过来了 跑过来跑到哪里呢 就跑到脑部去了 跑到脑部去 跑到脑部去 攻击脑细胞 那还得了啊 攻击脑细胞 刚好就跑到这里 我们叫voluntory motor function 因为我们每一个脑业 都管不同的组织嘛 那么这里是关 专门管我们的这个随意肌的 这个随意肌 咳嗽啊 发声音啊 眨眼啊 动作啊 所以 土力症的很多 看你哪里过敏 这样 那么过敏也跑到脑部去 这个脑细胞里面的 这个防徽机制打起来 像我们这个脑 这个脑里面啊 这个脑细胞 受到攻击就放电了 他的电波就是我们就告别他 救命啊 救命啊 在喊救命 那么就这个就是我们 侦测到的救命脑 所以说在我们的观点里面 我们做自然医学 事实上你说 说土力症治不好 没药可医 我觉得好奇怪哦 怎么会这样讲呢 是一定百分之九十九都会好 像这个小朋友 他两个礼拜就好起来 你觉得不可思议吗 其实为什么会好呢 因为我们给他修补 肠肉肺肉脑肉的 这个颜料 就是Omega369 避开过敏炎 是这样 最重要 这个脑细胞修补好 本来有肉的 修补成没有肉了 就好像你把家里的 这个门啊 铁窗啊 装好小拖进不来一样 你看这个人也是这样 他是一个声音 跟动作混合型 他就发声音 他一直在狂叫的时候 晚上都会狂叫 你看他的老婆也是这样 很异常 对不对 那我们怎么处理呢 我们这一个患者 我们就是请他去 一个民间的保健馆 去体验吸个亲戚 你看吸完亲戚 这个2014年5月10号 12点 2014年5月10号 两点 一个小时就消掉了 这个是他第一次来的 你看他这个异常 老婆很多 对不对 有声音 第二次呢 好多了 第三次呢 就几乎没有异常老婆了 那像这个小朋友也是一样 一直动 很动 你看很多异常老婆 他一直问妈妈 我这样会不会死掉啊 你看他过几个月 就这样 异常老婆就几乎多少了 再来更少了 再来更少 一连做了四五次 都很正常 他这个刚才动了之后 会有一点点硬 那个不是异常老婆 像这个也是这样 他一直脖子很痛 脖子摇到很痛 完全没有办法 没有药可治 可是你看 很快就好起来了 大概 土瑞症 我认为说我们这个疗法 以后会变成世界的主流疗法 所以我觉得 土瑞症就是一个蛮简单治疗的 后天性的疾病 它绝对不是先天的 就是脑细胞过敏而已 请大家放心 不用难过